50年前中国出资9亿元修建的坦赞铁路 现在怎么样了 这里是坦赞铁路沿线村庄 一位非洲小孩正和中国大叔互相摸脸 小孩摸成人脸 一般被看作无理的行为 但在非洲 这是一种表达住院的方式 这位中国大叔是驻守非洲坦赞铁路的专家 他叫田国华 2001年老田第一次来非洲 到现在已经在那边待了20年了 无论对鬼诊场还是坦桑人女 都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1976年坦赞铁路通车后 运营工作就全部交给坦赞两国了 负责修建的中国铁路工人分批回国 但坦赞铁路没有鬼诊场 为了帮助他们重建 接下来的50多年里 中国都会派遣技术专家过来指导 来自东北的老田就是其中一个 大学一毕业 老田就跟随团队来到坦桑尼亚 他主要负责电器 这个控制台是老田亲自安装的 包括厂里所有电器设备 也全部是他负责安装的 老田总把这个工厂称作花园 因为雨季时候 它被绿色包围 旱季则是一片焦黄 这样美不胜收的风景 正是老田等专家们选择留下来的原因之一 目前 坦赞铁路中国专家组共有12人 鬼诊场有3人 组长老田担任厂区的技术指导 英语老师出身的侯师傅负责翻译 在侯师傅的带领下 尼尔斯来到厂房内部参观工作 工人正在调整检测仪 马上对建筑材料进行质检 这位正在指导工人的师傅名叫冯玉华 他是鬼诊场的技术先锋 来自中国山东 和老田一样 也是2001年过来的 老冯说 厂里的工人大多都是普通的农民 这些设备他们从未接触过 所以专家们都是手把手叫 靠着这份工作 他们成了村子里的民园 有了经济来源 全家人也跟着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又到了周五 专家们相约到小市场购买生活用品 这是他们每周特定的出行安排 市场距离鬼诊场不到一里地 琳琅满目的商品服饰 很多都是中国六七十年代的货 但种类却很齐全 老冯说在鬼诊场修建之前 这里经济落后 即是也不热闹 商品几乎全是二手救货 鬼诊场建成之后 这里日渐繁华 新东西和二手货各占一半 经济也随之带动起来 这是中国生产的袜子 随着中非关系的发展 中国小商品物美价廉 深受非洲老百姓的追捧 从集市回来 老田决定给家人打个视频 铁轨那边信号好一点 所以老田每天都会边散步 边到这里打电话 另一边的老冯也开始思念亲缘 鬼诊场比较偏远 平时也没什么娱乐项目 一年半再回国一次 现在又碰上疫情 回家探亲变得更加困难 说到这里 老冯忍不住落泪 女儿高一的时候 她就出门了 这么多年来 老冯没怎么陪伴女儿 对此 她一直感到愧疚 但不管怎么样 老冯说她都会把工作做好 因为这是来自祖国的信任 想家的时候 她就会选择唱唱歌排遣忧愁 每天散步回来就是晚餐时间 族长老田敲打门口的贴片 呼叫大家吃饭 专家们自己动手做的饺子看起来更加美味 尼尔斯也被邀请一同享用 这些专家忍受孤独与相仇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苦手 坦赞铁路 为中非关系贡献了最坚实的一份力量 而还有一些铁路人却永远地离开了 距离达雷斯萨拉姆火车站不远的城郊 坐落着一处中国专家公墓 第二天 尼尔斯一行人驱车来到公墓 负责维护公墓的中国女孩赵叶等待多时 每一次有人来这里缅怀先烈 他总是会积极讲解每一位烈士的感人事迹 这座公墓建于1972年 一共安葬着70位烈士 他们都是在修建坦赞铁路或相关项目时 不幸献出了生命 因为这里地形复杂 开发难度特别大 据悉 坦赞铁路一共架了320座桥 开凿隧道22个 耗费9亿元 不仅穿越了高山 河流 原始森林 有的需要建立在淤泥 流沙上 还有的需要穿越无人区 随时都有野兽出没 小叶说记得其中一位烈士 到坦桑尼亚后 给他妻子写了一封信 愧疚自己不能随时照顾妻子儿女 没想到那封信却成了遗书 讲到这里 小叶忍不住落泪 非洲工人会定期给烈士木刷期 确保他们永远洁白无瑕 讲述完毕 小叶和尼尔斯为烈士献上一朵朵白花 致敬他们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 时至今日 英雄们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 但他们的精神一定会流芳百世 接待完尼尔斯后 小叶和男朋友坐上了列车 他们要去参加重走坦赞铁路的活动 这是由坦桑尼亚使馆组织的 因为这条路线与中国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渊源 所以小叶特别期待这次主题型 小叶的男朋友一直在坦桑尼亚工作 通过他的文字照片讲述 让小叶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兴趣 如今他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四年之久 情侣俩在列车上拍了一张照片 记录这一趟意义非凡的旅程 列车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有 有人来旅游 有人来探亲 也有人来缅怀 晶晶来自中国山西 这次她来坦桑尼亚 主要是为了和爱人一起过年 她正热情地与列车上的非洲少女交谈 女孩们要去学校 而火车是他们最快捷的交通方式 晶晶说 来之前 同事朋友叮嘱她这边很远很危险 但晶晶认为所有东西只有真正去了解 才会知道她最真实的样子 上车前 晶晶拍了一张照片 铁轨上清晰地标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 对此 晶晶表示非常自豪 她说 像他们这代年轻人似乎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 其实不然 一场有关坦赞铁路的知识竞赛 正在姆贝亚科技大学如火如荼的进行 对于这些问题 非洲青年们积极主动 似乎都了如指掌 当然 除了坦赞铁路的历史 非洲青年们还十分喜欢中国歌曲 穿着白衬衫的女孩 是姆贝亚科技大学孔子学院的志愿老师小胡 她工作的地方距离坦赞铁路只有一公里 实际上 在来到坦桑尼亚之前 小胡对坦赞铁路并不了解 来到这边之后 才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因为她几乎渗透到学校各个角落 孔苑的logo的一部分设计里面都来源于坦赞铁路 对于坦赞两国的人民来说 它是一种希望与梦想 对小胡来说 亦是如此 坦赞铁路曾经带来一批工程师 现在也把小胡这样一代新青年带了过来 廖兰芳是四达时代赞比亚子公司CEO 她对最初的印象 源于小时候看过一个马迹的乡声 叫做拉菲克 里面提到了坦赞铁路 后来到这边来发展以后 对这段历史更加深刻 也意识到国内很多人对非洲存在一些误解 实际上 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和我们想象中有背 其中 在一次大鹏车电影活动中 廖兰芳明显意识到 非洲孩子们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非常友好 这再次验证了那句俗语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与此同时 也有越来越多非洲人开始追逐中国梦 1998年 里格前往中国留学 回归之后 里格也一直在为维护中非关系做贡献 2009年 里格等人为了团结在中国留学的500多名坦桑尼亚人 成立了坦桑尼亚中国留学生联谊会 里格希望当下的坦桑尼亚人牢记历史 和先辈们一样为维护坦赞铁路出一份力